花莲家福中心玉礼服务处举办 2022无穷世代及儿童权力公约宣导 玉礼与你一起来相聚家庭支持岁末活动 这行活动不只是爱心善款的汇集 7月也在岁末寒冬之际发挥爱心温馨送暖 2022年度帮助了333户贫困弱势家庭 让664个孩子顺利就学生活平安又盼望 为了能够持续关怀协助辅助中心的家庭跟孩子 花莲家福中心玉礼服务处特别举办2022年 无穷世代及儿童权力公约宣导 玉礼与你一起来相聚家庭支持岁末活动 花莲家福中心我们在玉礼每一年都会办一场我们的岁末活动 主要希望透过岁末活动的募集 然后可以招待我们 然后慰绕我们在南区这边帮助的330户的家庭 670名的孩子 玉礼岁末活动不仅是爱心善款的汇集 企业也纷纷在岁末寒冬之际 发挥爱心温馨送暖 2022年度帮助了333户贫困弱势家庭 让664个孩子顺利就学 生活平安又盼望 现在非常谢谢我们的玉礼的服务委员会 因为每一年的活动其实我们靠的都是我们的委员 然后帮我们连结各界的资源 那当然还有在座的各位对面们 谢谢你们帮忙 然后我们希望这样子的帮忙我们可以持续可以永久 然后让我们南区所有需要帮助的家庭可以得到应用跟及时的协助 花莲家福主任表示 在艰困之际能够顺利完成岁木活动 尤其要感谢各界热心人士协助办理 让花莲南区四乡镇需要帮助的家庭 辛苦的孩子能够建构平安与幸福的未来 记者高双双玉礼正采访报道